今天是小年夜 我想虽然这个标题会内容比较沉重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顾一下这三年 这三年 那三年 我们其实在泪水跟恐慌之中 不能够遗忘我们的亲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字 因为 究竟最近中国的疫情的演变的情况是什么 这三年 究竟中国死了多少人 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大问号 完全不知道 中共逼迫所有的人 中国的所有的人 如果有亲人去世的话 必须要写切结书 切结不会对外说 自己的亲人是死于COVID-19 学界没有一个国家做这件事 所有人都据实以报 除非那个国家的医疗的水平跟行政的水平不到位 所以没有真确的真实的统计的数字 不然的话 其实 以全世界的这些民主先进的国家 医疗先进的国家 没有必要不面对事实 都面对事实 面对事实之后 才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对治这个病毒 包括医疗的部分 设施设备药物 应该要怎么做 到最后走向解封 现在全世界的飞机又开始繁忙起来了 饭店的价格又回到了疫情之前的高单价了 疫情期间 那个住饭店真的是舒服得不得了 57级饭店 跟信用卡绑约 动辄三四千块可以住一个晚上 现在又回到一万块了 真的是 金飞昔笔 那既然 全世界有客观的数字可以帮参考 请问以中国的医疗水平 他的死亡人数应该是多少 如果不是 美国的十倍 百倍十倍之多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说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在中国 应该比美国多个十倍是不在话下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全球的统计数字 好不好 在看全球统计数字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关心台湾的统计数字 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台湾 有多少人已经确诊了 然后我们的疫苗施打的 这个涵盖率有多少 就是说打几剂 都是打第一剂跟打第二剂 所以全部打下去 其实已经打到六千多万剂了 第一剂的涵盖率高达94.23 第二剂的涵盖率高达89.16 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前段班 可是我们台湾的确诊数是多少呢 我们台湾的确诊数是922万5106人 这个是统计到1月16号 就是1月中旬为止的这个数字 可不可怕 可怕 然后呢 每一天还在增加 到底现在都没有人去通报了 到底他这个每一天增加的数字 一万多人 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不知道 那最近疫情有一点点反复 是因为中国的疫情的问题 所以大家又觉得说 这个又卷土重来了 所以尤其在秋冬 死亡跟重症可能都还会再增加 因为大家在封闭的空间里面生活 尤其欧美现在大家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他们的重新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起伏 又有点上升 就是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 都会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都会再上升 所以全球的确诊数有多少人呢 全球确诊数到达了 六亿六千万 六亿六千六百万 666 这个在西洋 它是一个撒旦的数字 所以看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这个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死亡的人数 台湾的死亡人数呢 到一月中统计的数字是 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三人 这个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三人呢 代表死亡率是零点一七八 零点一七八 那各县市的本土病例的分布啦 或是死亡人数的分布啦 它就没有再做统计了 但是我们就看这张图表 我觉得可以先做一个小结论 这个小结论就是 过去告诉你说 只要你施打疫苗 你就不会确诊 可以防病的这件事情 是不存在的 现在还有次次代疫苗出来了嘛 总共疫苗的施打 在台湾的疫苗的涵盖率 已经打了六千两百五十四万剂 都是免费的 非常的 它后面代表的 昂贵的一个疫苗支出的代价 好 那可是它的确诊的累计呢 那出乎我们的意料 已经到了这么多了 如果我们以两千三百万人 有一些常住人口在国外 或是常住在中国的也有 那两千三百万人 已经有九百多万人 已经确诊了 还有很多人没有通报的 所以真正的黑数 加上去的话 大概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本土兵力 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 其实已经确诊过了 一半以上 可是我们疫苗的涵盖率是 这个确诊人数的几倍啊 八倍 九八七十二 九七六十三 大概是七倍 你打了六千多万剂疫苗 然后大概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有些人已经打了三剂四剂了 那重症呢 重症跟你有没有打疫苗 后来从数字来看 也没有关系 就有人已经打了 第四剂的一样重症 一样死亡 所以其实到最后会是什么 会是每一个人的 自体的免疫的条件 那既然是自体的免疫的条件 为什么一定要打疫苗 这就是我自己 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的疑问 好 那全球的疫情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全球的疫情啊 各国的统计数字 其实我们的确诊的人数呢 是非常前面的 以台湾的人口 不过两千三百多万 可是我们确诊的人数 确实在非常前面的 这还有一个可能性 是因为台湾有一个 特殊的保险 就确诊之后有给付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通报 愿意去拿一个确诊的证明 所以台湾的确诊人数很高 我们才两千三百多万人 你看全球的累计案例 现在是到六亿七千多万 其中美国最高 美国人口并没有最高 可是美国最高 因为美国包括快塞 包括送医急救 他的药物也是最多 因为这些疫苗跟药物 基本上都是美国发明出来的 都是美国的药厂 那他的确诊人数超过一亿 很快他就会开放了 没有关系 大家确诊没有关系 那当时民主党 非常的有点 Gay先 那个在竞选的期间 拜登办的这种肇事活动 现场根本完全没有人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戴着口罩 那川普呢 不戴口罩 而且还有很多 Redneck的这些州 红颈州 是故意不戴口罩的 跟其他冲突都在所不起 那美国现在确诊人数是 超过一亿了 他累计的死亡案例呢 认为是COVID-19的 有超过一百万人 一百一十二万人 非常的高 那印度确诊人数也高 可是他死亡人数呢 比例 用比例来看的话 那个跟美国是差不多的 可是印度曾经为了 COVID-19非常的恐慌 可是呢 现在也恢复平静了 但是死亡人数有没有下降 没有下降 他的确诊人数是 四千四百多万 可是呢 他的死亡人数是 五五五十三万多 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 他的确诊人数 也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 可是要知道哦 印度的人口很高 印度人口几乎跟中国接近 应该是十一亿 十一亿十二亿的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他如果确诊人数只有四千多万 我觉得很难想象 应该远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没有去快塞或是做PCR 那他的死亡人数呢 可能有一些死亡也并没有通报 所以通常城市聚集比较严重 所以从城市开始 一直扩散到乡村 乡村住的比较松嘛 通常门啊房间啊窗户啊 也是动开的 所以事实上对于防疫来说 反而是这样的环境 也许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中国情况也一样 城市爆发严重的致病 然后到最后死亡的发生 到慢慢才会扩散到乡村去 城市是比较严重的 法国也是 法国的累计确诊 德国巴西日本都非常的高 相对来说啊 日本的死亡人数就低很多了 我们以日本来跟台湾来比较好了 这个图日本 他的确诊人数是3100万 是台湾的三倍 那他的死亡人数呢 是六万两千多人 是台湾的几倍呢 是台湾的四倍之多 四倍 所以以台湾来说 目前我们的死亡有控制住了 有控制住了 跟全球来比的话 好 那这个全球前面的20个国家 为什么没有中国呢 因为中国拿出来的数字啊 全世界都不相信 全世界怎么样不相信呢 来 他的确诊人数啊 确诊病例到目前为止啊 他只有通报说是50万例 全中国 确诊人数 50万例 你相信吗 然后他的死亡累计案例是多少呢 5272人 5272人 所以现在有个说法说 其实中国的死亡 这三年 这三年来 那三年 这三年 死亡的人数 早就已经破亿了 你相信吗 有人相信 如果你以美国这个数字 乘以十倍 美国的累计的死亡人数 乘以十倍 那美国人口不过是中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啊 所以美国的死亡的人口 乘以五倍 大概是中国可能的死亡人口 就说你的医疗水准跟美国一样 打的是美国的疫苗 吃的是美国药厂的药 用的是美国的医疗的方法来医疗 充分的医疗 那中国应该要死多少人呢 中国应该要死至少将近六百万人 可是如果再乘以 中国跟美国的医疗水平的落差 封城的时候 有些人根本就是病死家中 没有人理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 有些社区的人被关的时候 他自己用手机拍出来这些影片 流出来在外面看到的 当封城的时候 那些大白袍 白袍们 从楼梯间所拖出来这些尸体 光这些数字 怎么可能是中国所说的 才死了多少人而已 没有破万人 全世界都不相信 中国自己也不相信 所以这个就是索仁倪心 当时说过的那一段名言 他们知道自己在说谎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可是他们继续说谎 那这个剩下的就是什么 大家各自猜了 到底死多少人 我们可以用推估的 如果推估说 在同样的医疗条件底下 用医疗条件水平来比较 你去推估中国的死亡人口按人口比例来调整 以美国为基础的话 那在比美国严重十倍的情况之下 中国应该有六千万人死亡 如果严重一百倍呢 那可能真的有破亿的人死亡 这就不知道了 到底美国的医疗水准 跟中国医疗水准相比 在COVID-19的这个问题上面 再加上政府强制要清零 然后他还有本事去掩盖这些真相 然后民众 你除了知道自己的精神死亡 你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真相 医院可能知道 可是医院里面这些医护人员敢讲真话吗 他想要讲真话 他也是看到他自己的医院所在的局部的情况 所以现在已经剩下了人云 就是众说纷纭的一个结果了 好 那所以全球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全球总共染疫有六千 六亿六千六百万 六六六 死亡的总数是六千七百万 这是扣除中国 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真相是什么 好 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些 比较我们都知道 他的医疗条件水平 比较落后的国家 我们以非洲的这几个国家来做对比好了 像辛巴威 辛巴威 他说他的确诊人数是多少 是二十五万九千九百八十一人 然后死亡的人数呢 是五千六百三十七人 其实这样的数字我认为有问题 有问题 然后还有比如说 亚美尼亚好了 亚美尼亚在中东 他确认人数是四十四万五千人 死亡人数是八千七百一十六人 我觉得也有问题 肯亚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数字跟比例 然后阿尔巴尼亚 这个 竟然他的医疗水平 他的确诊人数跟医疗水平 他卢森堡 差不多也是三十一万人左右的确诊 因为他人少 那医疗这么的密集跟好 他的死亡人数到一千两百人 可是阿尔巴尼亚呢 他的确诊人数跟他差不多 死亡人数比他多三倍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证明 就是如果确诊没问题 确诊人数死亡的数字也都没有问题的话 在不同的国家就可以比较出他的医疗水平来 或者是说国民的平均健康的差异 那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子 就是说当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中国跟意大利的频繁的商业往来 有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到意大利去 所以当时有一波疫情刚破口的时候 三年前意大利发生很快的确诊 很快的蔓延 这个病毒的蔓延啊 有很多的老人去世 那阿根廷 我们讲意大利 那意大利所有的确诊人数是 到目前为止是两千五百万人 已经确诊了 死亡人数呢 有十八万人 十八万五千人 他的整个总数啊 你看他确诊人数比台湾 大概是不到三倍 可是他的死亡人数是我们的十几倍 所以要知道 就是台湾一开始是锁国嘛 我们努力清零对不对 让病毒不要进来 其实争取到的是什么 争取到的是我们医疗资源的准备 医疗资源没有崩溃 所以死亡人数就不会攀升 可是从去年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工作 这个成绩可以交出 真正好的成绩单来 因为全民一起防疫 全民的努力 延缓了 帮我们争取很多的空间跟时间 可是去年突然 蔡政府放手之后 从四月间 疫情突然爆发 你的药品根本没有准备好 连普拿藤都没有准备好 跟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一样 你突然把它开放 就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比较有趣的对比 究竟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台湾的执政当局 到底距离中共有多远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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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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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才是 核上漏气球进步 冰块没有那么严重 是酒精才会伤肝 加了酒精里面加冰块 不代表冰块有害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你就是要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 如果你的思维跟你的做法跟中共没有两样 那你凭什么去耻笑中共呢 我们可以自诩为真的是民主进步吗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比较的 没有什么不能比的 好 我们首先来比一个什么东西 医护人员的抱怨 在议席期间我们有没有医护的抱怨 医护人员被当做是什么 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嘛 所以医护人员的收入低 能跟欧美国家比起来 那大家喜欢用低成本的医护 所以我们是血汗医护 这个血汗医护的问题跟中共有什么两样 跟中国有什么两样 我认为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中国疫情爆发 所以这些医护流出来这些 他们自己在帖子上面所留言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读起来 跟我读很多台湾的医护 在当时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这个抱怨是一样的 缺医少药 呼吸机也没有准备 然后我们要你拨用 真的是治疗COVID-19的药物 就不拨因为很贵 那在中国呢 他们把大部分的钱拿去做快塞 光是快塞普塞PCR的钱 中国已经花了上兆了 这三年 那三年已经花了上兆 那如果确诊阳性的 每一个病人 都用了美国辉瑞的药物来治疗的话 也不过就是几千亿吧 一两千亿的人民币 这个钱舍不得花 所以药物没有到位 然后中共就抱怨说 你这个药太贵了 那药厂就喊冤 所以我们这个药啊 同样一剂流程 就是流程 完整的流程 我们卖给美国本地 台湾跟其他的国家 包括台湾 都是一个流程 500块美金到800块美金 可是他们卖给中国 卖多少呢 比所有的第一收入 第一开发的国家还要便宜 你一剂卖给他300块美金 差多少 这个又不是去菜市场买菜 漫天喊价就地还钱 大家来砍价吧 然后买一把菜 还要叫你送一把葱 那不然旁边的辣椒 或是那块姜掰一下 咬买这样子 不是这样嘛 所以你看中国民众自己的留言 数字大家很会算啊 不是只有你会算而已啊 那台湾呢 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只有死一万五千多人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的正式的追悼会 就不办 之前忙着在选台北市长 现在呢一样不办 希望大家忘记这件事 究竟死了多少人 希望大家忘记这件事 我们可不可以死的更少 可以的 因为你没有准备 你突然开放 记不记得当时呼吸机都还需要靠艺人去送 哎 然后还被拴说别有居心 现在有怎么样别有居心 是要出来选总统吗 所以我们今天看 还有特权的疫苗的问题 对不对 特权疫苗你就会想起来这个高嘉瑜 想起来黄珊珊了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瞧病床 有多少病床是这些瞧王之王在瞧的 那中国有没有 当然有 我们看到有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 他在抱怨 他说我们是一群学神经外科的 学脑的 结果所有的床位都被占满了 都去看肺了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部门的一个主任 说他父亲确诊了阳性了要住院 问我们神外啊有没有空病床可以瞧一下给他们 他说开什么玩笑 我们有多少急性急症的病人 我们自己本来有自己的任务啊 就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接我们自己的病人 没有办法照顾我们自己的病人 全部被你转去看肺了 我们有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 有耶 所以乔病床这个问题你说严不严重 我们只能说 中国很多问题透露不出来 我们看不到资讯 可是我们看到这些资讯的这个 残片断结还是什么 就是看到一 piece 一 piece 其实你对照对应台湾 我们没有跑到哪里去啊 我们可以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特权仍能存在 然后政府无能 你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把钱花去采购 把钱花去补助 小吃店也可以来招标 来这个投标 被踢爆了就把头藏在沙里面 当个鸵鸟 不回应 再来就派出网军来围攻 然后也一样 要扶植自己的所谓的疫苗 后来没有成功 到现在还在收烂摊子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 当这个疫情刚扩散出去的时候 全世界都被打懵了 没有人认识这个病毒 不知道怎么对视它 疫苗还没有出来 药品也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 大家在摸着石头过河 最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纽约市长跟州长 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喊说 我们要多少台的呼吸机 我记得他们喊 要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要六万多台 他说我全国也不够几台而已 你给我要六万台 然后慈悲号 就是美国的军舰军医 医疗舰艇开进了曼哈顿港 那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性的一刻 后来有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 可是最严重的时候 曼哈顿的第一个医院 曼哈顿开市 200多年来开市 有这个城市之后 的第一个公立医院 他的停车场就是一台一台的冷冻柜 白色大的那种冷冻柜 就是货车拖的那种大卡车 是那种保温的那种大卡车的那种冷冻柜 里面冰的全部都是一代一代的尸体 美国走过这一段了 然后他们学习到什么 这个病要怎么治疗 疗程是怎样 然后如果是COVID-19 费用由谁支付 保险要怎么处理 让人人敢于去就医 其实没有保险人都敢于去就医 所以在疫苗的研发 药物的研发 到开放之后的所有的准备 衔接管理 然后机场怎么管理 百公百业要怎么恢复 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然后甚至医院要做改造 因为知道说后疫情时代 这个疫情还可能会反复 所以医院要怎么改造 因应这个疫情的问题 他们都做好了准备 可是台湾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远距医疗的系统 有没有做起来 这些非常简单的APP 然后有没有发现 独具老人这么多 而且你隔离的时候就一个人 怎么样做远端的生命的迹象的遥控 AR VR要怎么样去开发 有没有投资有没有投入 你如果这些通通都没有准备 然后你只做了什么 你花了无数的冤枉钱 让有一些人去用疫苗去炒股得利 然后现在才在抓 然后疫情期间呢 各种荒腔轴板的施政 包括绿能 发展到最后还需要开枪 那你说中国呢 中国差不多 他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哪里 放在清零 所有的资源放在什么 要做快筛 要做PCR 要封城 然后雇了一大堆的 穿着白袍的白大褂 然后最后他们也反了 因为薪水领不到了 原来你是用特别的预算支出 然后养了这一群白庄的这种警察 到处街头乱抓人 甚至还有这个确诊的人 被游街示众 把他当作是一种耻辱 一样的游街示众 所有人头低低了 就像那个万恶的旧社会 社会主义就这么来的吗 共产党不是要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吗 结果呢 这一套都是万恶的旧社会 游街示众 我们有没有游街示众 当时怎么去追杀那个 狮子会啊 万华的破口有没有 一样啊 水准有没有 这是完全跟中共是看齐的 然后在疫情期间 竟然还可以花天酒地 还可以唱歌 对不对 还可以喝酒 还可以把妹 还可以搂人妻 什么都来 然后接着说经济怎么办 我们经济一片大好 你看总体的数字是这样 我们还税收还超收 税收超收再说一遍 包括遗产税超收 包括什么 认罪协商 这些税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变好了 三年来我们经济怎么可能变好 这些税 有很多是我认为这个道德风险 我们在不同的集数里面有谈到 你不可以给警察 在他执法的项目里面给他奖金 他会努力的去 人性 这是人性嘛 他会努力的去抓 交通违规 因为他可以分奖金 有案没案都会设法让他成案 这是人性 税也是一样 你发奖金 所以成不成立 他都去追 他都去查 应该可以这样解释 那样解释 他就把他往逃漏税的方向去解释 反正没有关系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和解 和解的话我们就算 你说你这一笔你要补多少税 因为他们有奖金 所以有动机 所以我们的超收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从这里来的 你说这个会不会有民怨 如果今天我真的赚钱 没有什么超不超收的问题 盈利是也所得税 我应该要缴多少 就缴多少 和今天不是 有多少人是认税协商 留下买入财 这跟中共 要开发自己的疫苗 强迫所有人接种自己的疫苗 把手臂捐出来 执打科兴 然后设什么快筛站 光是卖这些快筛事剂 真的是发财了 谁控制了 谁拿走了 你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蔡政府跟中国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 没有 所以是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靠拢吗 也许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掌权者他们的想法 其实是一致的 他们就是要设法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可以发大财 所以快过年了 小年夜 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做一个有记忆的人 我们不要遗忘 然后对于在这段期间 失去亲人 不管是不是因为COVID-19 我感同身受 我知道走过这段路程有多么的痛苦 有多么的辛苦 但是我们总要展望未来 而失去 只是会提醒我们 就是你所失去的东西是多么的珍贵 这道珍贵 也算是可贵的觉悟了 好 明天就是大年夜了 是除夕了 那预祝大家除夕的时候跟亲人团圆 然后桌上都有好菜 然后也可以小酌一杯 记住哦 酒精加冰块等于伤肝 不要怪在冰块头上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 就在这里 吃到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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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到夕了 待会儿 啊 好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後共享是咱的 變成樹林來做美美 感情是有錢有誓 就會當變境土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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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